大家好我是风哥 欢迎收看西兰大赞PUA频道的第三集 不知道发生什么事的可以先去看前两集 上次马克大赞的频道被封之后 借着大赞大赞TV也被ban了 不过他一样有小频道 已经有一万订阅了 另外躺平大赞跟恋爱家交在内战 不止内战恋爱家交还要开张Toys 而躺平大赞之前说要告西兰 竟然有在这几天直播说没有收到传票 看来躺平大赞只是做出样子说要搞 他竟然没有真的告下去 不然等结果出来不管输赢都可以再撑一波 撑流量的吼吼还差点 不过他还有拍片消费马克大赞 他在影片里面击败马克 再用马克叫的上帝之手出门大赞 最后他请了前女友米娜出征 但是有在反击恋爱家交 那这一战可以说是西兰大货全身 接下来我想跟西兰来个良性沟通 我之前也说过 西兰讲PUA那影片我大部分都认同 只有一小部分有点疑惑 就是马克大赞那些猜拳游戏的部分 我也一直很犹豫要不要讲出来 毕竟西兰现在基本上是话语霸权 像神一般的存在被捧得老高 比老高还高 我质疑他可能会被烧烂 不过他曾经说过 说YouTube就是要一边趁热度 一边讲真实的言论 OK YouTube上面最重要的事情 其实还是你的视频主题怎么样 所以如果你想要活起来的话 那么你就得做那些能让你活起来的主题 但这算不算投机呢 这算不算是为了钱 为了声望去谈论一些你不想讨论的东西 或者表达一个虚伪的性格给大众呢 要我说实话的话 我觉得挺算的 趁热度了 博大众的眼球了 在我眼里都是一种投机的行为 看到一个机会你抓住他 然后你抓住他的原因 是因为你想要让你的频道活起来 一个自私的原因 所以在我看来这个挺投机的 然后大家也知道 我作为全世界最帅最牛逼 最会骗钱的西兰 我也经常做这种事情 所以如果我也在做这种事情 我有什么理由去judge 巴特烘培师还有弗拉夫这种人呢 所以最好的方式还是stay in the middle 就是两边你都做 你又保持自己真实 然后你也做那些投机取小的事情 策略图 趁热度 你也可以做 但是只要你保持真实的话 我觉得都是OK的 为了撑流量 为了讲实话出了自己 因为我看到西兰直播讲的一段话 我实在忍不住了 不吐不快 他当时在跟观众认真的讨论红压丸的话题 他就跟一个观众在通话 那观众有问到关于马克大善的问题 就是我看了那个马克大善的视频 其实我并没有认为他性骚扰 因为我看到他的视频 他都他都征询了女性的同意 他没有 他在那个失落剪到布的时候 他没有说什么 他就失落剪了布 然后他直接就摸女神凶 但他事前说好 他没有 他那些视频没有事前说好 他没有说好吗 他没有 他没有 他事前视频没有说好 西兰竟然觉得马克大善摸凶那影片 没有先征求同意 也就是说马克玩剪到石头布 然后突然袭凶 而且还很多观众都认同西兰 这让我十分困惑 我当时看到就觉得他是跟女生说 剪到石头布输了要被他摸 只是他没有把玩游戏之前讲话那段放出来 我就疑惑 难道我的想法是少数派吗 那时我看完西兰的影片 我还有去马克大善的频道 看他其他影片 他很多影片都有放出 要玩那段 例如这段马克最热门的影片 我相信西兰做资料收集的时候也有看到这片 毕竟那是最热门的一条 甚至这影片还有伸手进去摸的 比西兰贴的那片还夸张 所以西兰看了马克那么多有征求同意的影片 怎么会突然觉得那段是没讲好直接摸呢 哈喽 你好 这里是马克特别会 我是马克 今天呢我们要去街头进行过 对场过场恶蚀的街头 可以发现过程中他们还有对话 可以发现过程中他们还有对话 我不认为那个是被西兰会出现的对话 我觉得这比较像是马克事先说好猜拳输了被他摸一下 或者没讲好摸几下 之后才说摸10下 女的才回那句 另外西兰还有贴两段马克跟女生玩大战游戏的片段 大家可以仔细看事前沟通的那部分 你哪看到我呢 我哪看到你 我哪看到你 一步两步我就在这里看到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视频 在这个视频里面 马克搭讪他的自己的麦克风 应该是没有录制 所以他做的事情就是在后期自己录制一下这一个声音 然后我觉得任何一个心智正常的人 都不会露出这种东西出来 感觉蛮可爱的 然后就是想要会你玩一个快速的游戏 可以看到一段是马克把沟通的部分加速省略了 一段是麦克风没录到回去补录 所以大上游戏的部分 既然总共贴出三段影片 上次三段都刚好没有很明确呈现出 他现场跟女生事前的沟通 让某些观众真的以为他都没有正确同意 是靠后制配上去的 我觉得既然非常聪明 应该不会看到他没放出来就觉得没讲好 应该知道很大可能是马克剪片省略了沟通的部分 因为他的很多同类型影片都这样做 一样有先猜拳 也有把沟通的部分放出来 他也没理由突然那支影片冒风险去洗凶 来换取跟平常一模一样效果的影片 同时这女生还有讲话聊到摸几下什么的 我觉得正常应该假设他有先讲好 除非那女生自己跳出来骂马克 我不知道这算不算是无罪推定 而西兰也没有讨论过女生为什么接受了她的邀请这点 直接就判断说她们明显不舒服 不想参与游戏 甚至直接说马克没先讲 我觉得是因为有点出征求同意的话 西兰要嘴她这些片段就没有那么有利了 然后说女生进入了僵的应激反应 在这个情况也会变得比较没有说服力 相信西兰也知道这点 另外西兰所有摄影机在拍会困惑 会期待转折是在讲变魔术突然骑凶那个 都被摸了之后会以为有转折 不是在讲那些女生接受邀请的时候 当然你们也可以讨论女生为什么会接受 但是我的重点是她断定马克没问 而且她的影片也是以这个视角来评论 所以我觉得西兰追马克那些大战游戏的时候 用的这个方法不太好 虽然是马克的频道内容有问题才被ban 但是我觉得还是要有一所以 我觉得她搭上游戏有问题的部分 除了她邀请的时候有点死长难打以外 更多的是马克所用的话术 她最喜欢用的这句 赢的话可以得到一个快速的吻 有些女生可能就觉得只是蜻蜓点水那种 或者以为是轻汗脸颊 然后快速这种词也很主观 所以就大中计 被马克法师斯文疯狂伸舌头 可能还会被压着头 然后原本只说摸一下胸 还比出手势来误扰 结果变成神经去摸 马克就用这种画素 导致有些女生根本没预想到会是这程度 但是又已经答应了不好意思反悔翻脸 有些人就只好强忍着撑过去 所以才会有人看起来不舒服 不过也不排除有人是乐意的 例如这个 我只想问到底是杀小 旁边那个男的应该也是一样的想法 总结来说 我觉得要看女生的感受 又有人被他画素完觉得不舒服 跳出来崩塌 那我主要是针对大赛游戏的部分 没有要否定虚然整个影片 那大概就是这样 大家有什么看法 欢迎在下面留言 我们下次见 拜